欧阳暖还从未如此愤怒过 她猛地回过头 声音几乎严厉 楚王妃 请你立刻出去 楚王妃一下子愣住了 显然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 她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 上前一步道 欧阳少将军 这件事的确是我们不对 只是 欧阳绝重重咳嗽一声 挥手道 不 这不是你们的错 这份陈情表 请拿回去吧 绝儿 欧阳暖心乱如麻 低声叫道 欧阳绝微笑看着她 姐姐 这一次 希望你能听我的 欧阳暖看到她苍白的面容 语气缓和道 好 姐姐都听你的 她让人扶着欧阳绝坐下 这才回过身 对着楚王妃道 王妃 这份陈情表 你带回去吧 楚王妃 楚王妃把陈情书收好 这才松了口气道 如此 以后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郡王妃 今日得罪了 祝欧阳少将军 早日康复 欧阳暖极为冷清地说 不劳王妃费心了 来人 送客 楚王妃笑容僵了僵 终究没说什么 转身离去了 李氏已经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欧阳暖回头望了她一眼 目光冷冷地说 张妈妈 扶祖墓去休息吧 张妈妈低头应试 李氏却还不死心 暖儿 你就眼睁睁看着别人 这么欺负你弟弟 欺负咱们欧阳家 都到了什么时候 李氏心心念念的 还是欧阳家的名声 她对李氏道 祖母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 我只希望绝儿一切平安 什么郡主 什么将军 我都不稀罕 李氏一阵 刚要开口说话 可是看到欧阳暖那冰冷彻骨的眼睛 这个孙女 早已不是任由百步的人了 她刚才敢对着楚王妃这么不客气 更何况对自己了 她想了想 不敢再说什么了 当天晚上 欧阳爵睁开眼 看到欧阳暖 微微对她笑了笑 娟儿 该喝药了 欧阳暖 抚下身去 扶起她 把药送到她的唇边 欧阳爵喝过药 笑道 姐姐 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你还记得吗 欧阳暖的身体立刻僵住 看她因发热 而烧得面红耳赤的面颊 便觉得心如刀角 欧阳爵却只伸出手 将她的手放到自己的心口 她抬起眼 很温柔地笑了笑 轻声说 姐姐 我是不是要去见娘了 对不起 我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 我曾说过 要让你为我骄傲 要让你做一品夫人 要让你一辈子开心 欧阳暖 只觉得欧阳爵的话 刺化成一把刀子刺进心口 一腔沸血 似乎要喷波出来 她一手掩面 用尽全部力气 将那一腔 威愤强压下去 她忍着痛苦 悲笑道 姐姐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哪儿也不会去 哪儿也不会去 你睡吧 看到欧阳爵 重新闭上眼睛 欧阳暖缓缓站起来 走到院子里 那种无可抑制的痛 撕扯着全身 她猛然眼面 刹那间 痛哭出声 女子的哭泣 也是一种学问 无声的 抽气的 眼面娇羞的 怎样都不会失了 礼节和颜面 而萧重华第一次听到 这种毫无顾忌的 支离破碎的哭声 几乎难以相信 欧阳暖会哭成这种模样 暖儿 她大步上前 难以置信地 扶住她的肩膀 欧阳暖的视线 已经模糊了 眼前的人 隐隐绰绰 只存在一个轮廓 她盯在萧重华脸上好久 才能看清 她看着她 脸上表情全是震惊 欧阳暖恨极了 想也不想 仰手就挥 萧重华不躲不避 听到极为响亮的一声 耳光实实在在 落在面颊上 放开我 欧阳暖冷冷地说 声音几乎像是 从地底下爬起来的 萧重华像是没有感觉到 脸上的痛 只是惊痛地望着欧阳暖 她一听说 褚王妃来过欧阳府 就知道事情不好了 立刻赶过来 却没想到 会看到欧阳暖露出这样的表情 她是多么坚强的人 能把她逼成这个样子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欧阳觉得病 无可挽回了 她想也不想 紧紧把她搂在怀里 欧阳暖随即挣扎撕打 却终究敌不过男人的力气 落进她的怀中 她不甘心继续挣扎 而萧重华仿佛在对待 一个胡闹的孩子 手指一下又一下 轻轻抚在她的后背 萧重华低声道 对不起 我该在你身边的 欧阳暖狠狠抓住她的手 手指指不住地颤抖 她面色死白 极慢 极坚定地摇头 她厉声道 为什么 我和你们萧家的人 是不是有仇 为什么你们一个一个 都不肯放过我 萧野 萧天燕 还有楚王 你们一个一个 都要来逼我 好 就算我欠你们的 且而和你们含吾瓜葛 为什么要拖她下水 为什么 萧重华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 欧阳暖却再也不能忍受 猛地推开她的手 转身亮腔地向外跑去 失了神志的脚步 被高高的门砍一半 就摔倒在门前 萧重华快步追了上去 为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 一切的坏事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为什么不肯放过绝儿 为什么 一时间 欧阳暖泪如雨下 泪珠滴到萧重华的衣襟上 她紧紧闭上眼 像是包含了千种万种 心酸的情绪 是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好了 不要哭了 她掌心的温度 透过衣物传入她的肌肤 最终抱住她 院子里静极了 只有两人的呼吸声 交缠清响 暖儿 绝儿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的 她瑟瑟地说 将欧阳暖送回房间 萧重华随后走出来 冷声问管师妈妈道 楚王妃究竟说了什么 管师妈妈把下午楚王妃 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萧重华脸色却是 越听越是冰冷 难怪欧阳暖会如此愤怒 这门婚事是楚王 想方设法逼着欧阳家答应的 现在却因为对方生病而反悔 完全是没有道理啊 凭着嫣然的身份 哪怕欧阳觉真的有什么不测 谁还敢说他什么不成 到时候只要皇帝出面 为他拎制一门好婚事 也没有什么大碍 可现在他们逼上门来 把欧阳暖气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过分了 楚王为了保护嫣然 自然能做出冷酷无情的事 同样 他为了保护欧阳暖 也是不惜一切代价 好好照顾郡王妃 肖重华冷冷地说 随即快步向外走去 是的 道理 Understood 阳神 温度 最后 我 分